2023年1月9号 这两天有一个视频挺火 但是这个视频火了一天之后 第二天从前天火了 昨天就没了 很多朋友们只听说这个视频 没见过这个视频 很多人都看 从内都见不了了 我今天给大家发出来 这是整条的 我都给大家发出来 大家看一下 我这我也是听说了 今天我终于都看了这视频了 我也感触颇多 大家一起看 那领导给你发来这样的一条视频 你该怎么回复呢 这是昨晚一个网友问我的问题 那究竟是一条什么样的视频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 视频中 一帮小学生在老师的组织下大声宣誓 你们可能听不懂他们在喊什么 翻译过来是这样的 上海是我们的 浙江是我们的 很快中国也是我们的 你可知道 用尽力挥舞着手臂 高声喊出知学话的这帮小学生 是什么人吗 他们竟然是日本的孩子 而且是站在中国的土地上 全是 他们就是上海的日本学校的小学生 他们这些日本人生活在我们的国土上 喝着我们的水 吃着我们的饭 手里却磨着 时刻想插向我们心脏的刀 致我们于死地 可怕吧 我们在喂养着时刻想咬死我们的一群 这样的狼 这太危险了 这么多生活在我们国内的日本人 就像牺牲在我们身体上的癌细胞 不管他们清除掉 我们迟早会被他们害死 你说好巧不巧啊 这两个日本小学生宣誓的视频 原作者恰巧就是我本人 是我在2019年 在日本参加我女儿学校运动会的时候拍的 当时呢 全校的学生被分成红队和白队 两个组进行对抗赛 在开幕式的环节呢 两队的代表站在校长和全校同学的面前 做运动员宣誓 同时呢 也是在向对方校正 要在气势上压倒对方 那他们喊的那几句话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大意就是说 我们承诺要公平竞争 要堂堂正正的赢得对手 同时要和对手一起加油 就是这么几句当时很打动我 也很正能量的话 被搬运到了国内 加个字幕就变成了 上海是我们的 浙江是我们的 很快中国也是我们的 卧槽 这就是你们每一天在网络上看到的 国际资讯日本新闻 而且我可以告诉你啊 光是这样的一条视频 在国内的播放量 至少已经突破了一个亿啊 你看那条视频的画质 你就会知道 它已经被转载 二次创作过无数回了 有时候我是真的很同情 屏幕前的某一些人啊 因为他们被那些无耻的自媒体和营销号当作白痴一样 反反复复的忽悠来忽悠去 不断的刺激他们的神经 让他们每一天都充满了恐惧愤怒和仇恨 最后再把这种情绪转化成一种暴力 那最终受伤害的人是谁呢 是那些真正爱好和平的人 以及他们自己 然而像我这样的绝大多数的在日本的中国人 我们夹在中间 我们不愿意看到两边的人误解越来越深 伤害越来越深 仇恨越来越深 所以我们不厌其烦的把事情的真相告诉你们 可结果换来的是什么呢 是无休止的谩骂和咒诅 而且他们还会反问你一句 你是不是那个日本人学校毕业的呀 我只想对这些人啊 不看不知道 一看下一掉 这个视频有两点 给删他们大嘴巴 第一点 这个视频的作者 人家是在日本 小学生 运动会 人家亲自拍的 是他本人拍的这个 一下子打脸了无数人 第二个 就是我也专门找人家日本的朋友翻译这个话 没有什么上海我们的浙江 我们的中国 我们的根本就没有 好了 大家说这个视频居然 这种 这种诬陷的视频 居然在国内 很多媒体还发了挺动 之后有一天突然停了 但是他发出来 至少只有24小时了 那其实大家 你们感触伯托是什么 我告诉你们 我的感触就是 我操 如果我们说我们这的事 批评一些我们现在的一些环境 一些社会 点名到信的批评一下 完 这他妈视频 不仅20分钟内被封 你的人都有可能被敲文 都可能打电话 你来派出所一趟吗 都很有可能 但是 这是诋毁另外一个国家的事 而且那是挑唆 咱们人憎恨另外一个国家的事 居然 在咱们这个网上活了24小时 之后才被封的 这个视频 咱们有理有据 不能胡说 这个视频现在国内 很多是发不出去的 在一些平台上 大家自己私自的发是可以发的 在平台上发不出去的 但是我说的对比就是 这种视频 平台上让他允许 成活了24小时 但是我们 说真话 我们给目前的这个环境提出建议 包括老百姓 对这个环境的抗议和抱怨 只要我们点名 点信了之后 这个视频 不仅 马上被消失 好 永久被封 紧接着就是 人被打电话 被约谈 这就是两个待遇 下面我要阐述的就是 我能不能能希望我们 现在的这个环境的 这个网络 网网部门 能不能一碗水端平 我们真心很多人 真心说一些实话的 可能说了一些过激的话什么的 你们来批评来封 那我们同样 如果你们这么对我们 我们希望 你对这些真正的造谣的 这些爱国贼们 妨碍的爱 和害国贼们 害了我们国家的人 胡说八道 给海外所有人 胡说的去配音 胡说的去 把外语翻译成 诋毁我们的话 这种人能不能直接抓他们 这些人才是真正的造谣传谣 能不能永久的封他们号 抓他们 可是我没有看见 抓过他们 永久封他们的号 没有 这是我今天 这对这视频的 看着两个建议 还有第三个 正因为这样 正因为这样 我让我的孩子 必须要学 至少一门外语 英语 如果可能的话 像西班牙语 德语 或者日语 再学一门 大家能明白吧 就是在我这个城市 北京 都有一帮傻逼 都有像一个人 莎士比亚这样 生子健 这种无耻的人 你们想想在那些三四线城市 得有多少无知的人 被这种可怕的视频所洗脑 而且有官方出来辟谣吗 我到现在为止 我没有见过 所以这种没有真正的辟谣 只是把这视频给封了 但是已经传播24小时了 我请问 你有多少人会上当受骗 这个作者也说了 有上亿次的点击量 你们想想 就是这种有毒的视频 这种真正的造谣 捏造事实 破坏我们中国 跟其他国家感情的事 居然能活24小时 居然不会追责 这样能行吗 能让这种视频去成活 那我们14亿人 吃吧 得有十多亿大傻逼 而且目前为止 我徐晓东一定说 有十亿大傻逼 根本不是开眼看世界 根本不是 所以我看完这个视频 我也气得牙痒痒 我发给几个日本朋友 人家是日本朋友 就说 说这种傻逼 发这种帮的视频 第一是胡说八道 造谣 第二是严重的影响 我们在日的华人 我们的生活 环境 工作 学习 上学什么的 严重影响 严重 很多人说 你不乐意回来呀 你回来 每个人都有自由的 去任何国家 学习 工作的权利 当然除了我 操他妈 我被冰孔 不让我走 但是我现在真的想 请问某些部门 为什么不让我走 我还是要 做一系列的申请 当然就是合理合法的申请 我来保护我 我今年 我还要继续的去申诉 但是我今年 有可能被抓 我就明的告诉大家 我今年最大愿望 我是不被抓 在被抓 或者在被抓之前 我要把我能做的一些事 比合理合法的 像某些部门的诉求的事 我要继续的去反映情况 你们看到我说话 非常严谨 我不会做任何出国的事 出格的事 我不会什么 电论台 我也不会挂什么 都不会 我就老老实实的 合理合法的 向上级来申诉 这就是我 下面回到这个视频 我希望大家 你们看见这个视频了吧 那么 辟谣的视频 就是我目前发的这个辟谣的视频 我告诉大家 也发不出去了 造谣的视频 现在已经被屏蔽了 OK 很好 但是辟谣的这个视频 在很多大型的平台 比如说抖音 坏手啊 习惯啊 或微博 发没了 发不出去了 只能一对一的去发 那我特别想问 为什么呢 为什么你不追责那些造谣的人 那OK 你不追责我们去做 我们去做辟谣的视频 那么辟谣视频做出来 为什么也发不出去了呢 你们的居心何在 有关部门不能查一查吧 这看得我很生气 真的 不好意思 24年 我说了 各行业都不好 股票你们看见了 跟傻逼似的 对吗 但24年会有几个好一点的 就旅游行业 还是可以的 我跟大家说 一定还是可以的 完了就医疗器械 医疗器械 这些买卖还是可以做的 实话 当然小饭馆啊 小店 如果你脚头脚的好 你做饭做的好 你开个手艺店 还是能生存的 是没问题的 但是大型的一些 投资啊 投机一些事情 我推荐大家 轻易别做 好了 还是那句话 希望大家理解我支持 古巴大龙虾 这是我目前东哥呢 是从古巴动货 动来的 但是在动货的产品当中 古巴大龙虾真的很棒 我也发照片 我也现场给大家吃 这周四我直播 一样给大家吃 来来看 还有东哥做了两年 大对虾的推广 都非常的好 这都是年货 性价比非常高 这个古巴大对虾 才三百来块钱 绝对媲美一千多块钱的澳洲龙虾 因为他们长得真的 一样一样的 特别香 我不开玩笑 当然还有酒啊 还有茶叶 还有鞋 就是推荐的鞋 酒啊 真的不错 感谢大家支持 明白最 龙年吃古巴大龙虾 喝着医疗酱酒 吃完喝完 再喝一点普洱茶 挖挖肚子 穿上我们的鞋 再去跑步 约会 大家龙年大吉